Cuz this the party life Hey I'm about my money Bust your party life Hey you and all my people 不是一定要訓練健康或減肥 是訓練心 健身 健身 因為你訓練肌肉 你幾個月已經訓練成了 那我為甚麼要再玩健身下去 胡力威師傅力威健身學院的創辦人 教了二十多年健身 健身對他們來說代表甚麼呢 當你訓練健身的時候 會令到你的生活節奏 會做得好 對人處事的態度 生活的編排各方面都會做得好 健身是被你帶到很多東西 生活的影響別人的好不好 自己的節奏 吃點甚麼 跟別人溝通 你會發覺其實是健身 做健身二十多年 見到很多就歪路的人 經常看到報紙的人 管健身的腎衰竭 有病 有肝腎有事 為了保持自己好的身形去適藥 保持自己的身形 讓自己留到學生 肝腎多些學生 這樣是最… 又愚蠢又最差的 甚至有些是 賣藥給學生吃 這些都多不勝數 健身 首先要健康 還有要健身 完全違反了 歷威閒師徒制 好傳統 他一直教我們 健身 像個道理 還有怎樣去學習 團體生活 在這裡 那位導師傅 從來不會像外面的人 這樣逼我們要去 怎樣去跑數 反而教我們怎樣去 好認真去看待每個學生 怎樣想很多方法 令他得到他想要的身形 令他不會白白付出 做了一些費用 而是賣藥給他想要的 好像外面的人那樣 學完又有什麼感覺 我喜歡這裡的學徒師傅 就好像來做健身 就好像一家人 家俊是失聰人士 今年17歲 年輕人 沒什麼錢 胡師傅就異教他 不問回報 的確有一代中師的風範